好的 上个星期我们开始讲到宣教的背景 我们说过圣经本身就是宣教的首词 它不是神学的一个课本 它里面是有神学 但是圣经的神学 不是那种我们坐在课堂里面 来思考很多的很深奥的奥秘什么的 有那个方面的 但是这些有一个更现实的一个 更现实的一个作用 乃是让我们起来行动 不是随便想做什么就做一点什么 不是的 神有一些具体的行为 有一些具体的计划 具体的事情 祂让我们做 所以圣经的神学 都是所谓的实用的神学 实用的神学 是有很多的奥秘我们无法明白 我们不能够完全地参透 但是圣经 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主要的内容 不是让我们去思考一些什么奥秘 而是要让我们 是要训练我们 带领我们知道怎么样起来 顺服神 做神的工作 所以我们谈到圣经是宣教的首次 圣经是宣教的首次 全世纪到七十路 从头到尾 就是中间全部的内容都是有关 神伟大的计划 什么计划 可以说是宣教的计划 如果说是救赎的计划 那恐怕失败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了七十路最后 不是所有人都得救 对吧 所以我们当然知道神有救赎的计划 但是他的计划更是要宣教 要宣传福音 要让这个好消息传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面 这个是最主要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就在伊甸园里面开始的吧 然后神就由亚伯拉罕开始 他的这个计划 然后亚伯拉罕生了伊萨 伊萨生了雅各 雅各生了十二个支派 就成为以色列 然后我们知道神在以色列当中 他兴起了一个王 就是大卫王 大卫王就领受了神的应许 我要兴起你的后裔 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 大卫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使命 从一代传到下一代到下一代 一直传到耶稣 然后耶稣就是继承人 耶稣就是所有那些人的那个 就是比耶稣来得早的那些人 他们的生活的意义都是在耶稣基督 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关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 应验了神的应许 他成就了救赎 他建立了神的国在地上 他也建立了他的教会 那么耶稣升天了 那么接下来那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要出去完成他的大使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旧约那些 都是这个铺路 耶稣来了 成就了救恩 成就了救赎 然后呢 接下来什么呢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救赎的计划 救恩的这个消息 天国的消息 传到万邦 这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个内容 的一个总结 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使徒行传 对吧 使徒行传它的内容是有关什么呢 福音怎样从耶路撒冷传到哪里 一直到地底 就是罗马 因为一开始他们是在哪里聚集呢 是在耶路撒冷 对吧 然后呢传到撒玛利亚 传到犹大地 然后呢传到了就是外邦 然后到最遥远的地方就是罗马 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呢 它整个的主题就是寻教 就是以这个为核心 就是福音的扩展 对吧 所以我们说圣经是一本 一卷那个宣教首次 一点没有错 一点没有错 好 这个是我们上个星期 稍微开始谈的一些内容 我现在来读两段经文 一个是马太福音28章18节 就是大使命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另外另一处就是马可福音的 十六章十五节开始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赶鬼 说心方言 手能拿舌 若喝了什么毒物 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好 这个是我们的大使命 所以我们就 我们谈到了旧约的部分 我们谈到了耶稣基督成就的部分 但是有一部分还没完成 难道耶稣没有成就一切吗 他成就 他该成就的一切 但是他留下一部分 给了我们做 我们哪一部分 他留下哪一部分给了我们 把福音传到地级 把福音传给万民听 这是教会的任务 这是教会首要的任务 我们一定要完成的任务 我们若是没有做这个 我们是有获了 所以这就引到我们的这个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的第一点 今天要讲的主要的内容是 我们完成大使命的这个动力 或者说我们参与这个大使命的这个动力 我们应该明白 我们应该明白从圣经的角度 神有一个伟大的计划 整本圣经都是在谈这个计划的成就 神在做工 神在调动万事 为了成就他的计划 亚伯拉罕无法 他跟他妻子无法生育 神行了神计 为什么 因为神决定要使用亚伯拉罕 即使他的妻子无法生育 但是他所以行了神计 而伊萨也是 雅各也是 神减选他们 他要成就他的计划 因为他有一个计划 即使他们的妻子都是无法生育 他要行神计 好让他们能够成就这个计划 后来我们知道十二个之派 被带到埃及 在埃及做努力了 神的计划不是他们一直做努力 那即使 虽然他们是无能为力在埃及 但是神有计划 所以他一定要救他们出来 所以他伸出大能的时候 他战败了这个法拉王 使他们能够到这个旷野 使他们能够后来到 承受这个应许之地 即使他们是没什么武器 也没什么能力 但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 所以他们能够把这个迦南地 这个据为己有 为什么 因为神有计划 他要使用这地 神有计划 你看到神的手在动工 他在做工 他在完成一个计划 一直往前 一直往前 一直到大卫王 神有一个伟大的王 要兴起 其实不是大卫 不是所罗门 是他自己的儿子 但是这些王 他先兴起他们 使用他们 然后呢 因为耶稣要 将士为人 他就兴起 大卫王 然后就给他 应许说 你的 你的 厚意 要坐在你的位上 永永远远 做王 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来到人间 其实他 可以总结他的 他的生平 在三年以内 基本上 圣经所谈的 耶稣都是在三年以内 那么这三十年前的这事情 没什么记载 这似乎是 没有 没有说什么 很少 好像 他整个人生 就总结在 那个三年以内 他要完成 重要的事情 都完成了 在三年以内 然后呢 他那三年后 他定十字架 神三天后 叫他复活 然后他待了一段时间 后来就升天了 升天了 离开了这个世界了 但是工作没有完成 他把他的托付 交给了教会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原来神有这么伟大一个计划 神正在运行 要成就这个计划 而且神把他的吩咐 交给了我们 他把他的这个托付 交给了我们 他的百姓 他的教会 我们要把福音传到万邦 我们有一个责任 要做他的见证 所以 我们要明白 这个是神的计划 这个是神所做的 这个是神所要的 所以我们要看一些 参加大使命的动力 我们为什么 要参与大使命呢 那么前面我已经讲了 这就是圣经的内容 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意义的所在 就是没有了这个 人类历史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了 人类的历史的真正的意义 是在于神介入了人类的历史 他开始自己做工 经过这个败坏堕落的世界 他没有完全撇杀人类 他反而一直是在 由亚伯拉罕开始 然后以色列 然后这个后来结果 借着耶稣基督 信耶稣基督的人 借着教会神 一直在挽回 在怜悯 在实行救恩 所以这个就是神在做的事情 这就是神的心意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呢 因为首先有这个托付 有这个吩咐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在真言第九章十节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第一点我要谈到 我们为什么要参与大使命 第一个原因 是出于敬畏神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既然神这么的在乎这件事情 甚至到一个地步 他直接的吩咐 他的教会 你们要去 你们要做 那即使我们不想做 我们也得做 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 他说 我传福音 远没有可夸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 我便有祸了 我若甘心做这事 就有赏赐 若不甘心 责任 我若甘心做这事 就有赏赐 很好啊 这是最理想的 但就算我不甘心 这个责任 已经托付了我 所以我必须要做 弟兄姐妹们 我们也要明白 主有一个计划 有一个宣教的一个计划 有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计划 我们也要参与这个计划 这不是可有可无的 这不是只有交给了一些人 这个是交给了整个教会 我们都要参与这个运动 如果我们回到前面 我们读的那个大使命两处 就是一个是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 一个是马可福音 十六章 我们想马太 你记得他后来说 就是他吩咐他们之后 我就重新的读吧 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这个是吩咐他们 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然后你注意 最后的那个部分 他说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量 耶稣给他宝贵的应许 我常与你们同在 所以很多人是断章取义 滥用这个应许 就觉得那无论如何 神就不会撇杀我 神永远与我同在 这就是大错特错 为什么 因为你看见 这个经文是有一个向下文 是有一个环境 他给这个应许 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呢 是在他拆迁 是在他吩咐 他的门徒 他的教会 去传福音 做门徒 换言之 如果他们说 这是一个美好的应许 神说 吩咐 首先神吩咐我 去要做 要叫万人 做他的门徒 那是很好的 然后他给我 这个宝贵的应许 要永远与我同在 但是我不想做前面的吧 这个吩咐了 这个部分我就不做 但是应许 这个部分我就要 对不起 不是这样子的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好像 选择性的 就说 这个部分我要 这个应许的部分我要 但是这个吩咐的部分 我不要 我做不到 你做不到的话 你也得不到这个应许 明白吗 我有时候 我就想到 那个约束亚 在那个约束亚记里面 他一开始 蒙神的呼召 和托付 神又吩咐他 给他一些非常宝贵的应许 在约束亚记的第一章 第一节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死了以后 耶和华 小于摩西的帮手 嫩的儿子 约束亚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 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 往我所要赐给 以色列人的地区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 赐给你们了 从旷野和这礼巴嫩 直到 优法拉底大和赫人的权地 又到大海日落之处 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你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 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我想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我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你当刚强壮胆 这是很美好的一个经文 因为你必使这百姓 承受那地为业 就是我向他们列祖骑士 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 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 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往哪里去 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 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 你的道路就可以横通 凡事顺利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 哇 是充满很多美好的应许 无人能够抵挡你 你无论到哪里 我都与你同在 你的凡事都要横通了 凡事都要顺利 就很多很多美好的应许 但是我们要注意 这个事也是有一个环境 如果约书亚说 哇 你看神对我这么好 给我这么多宝贵的应许 但是今天我累 我不想过这个约旦河 我也不想去跟那边的那些 外邦人打仗 我要回埃及 如果约书亚他回头 就是掉头回埃及的话 这些应许还给他吗 当然没有 当然没有 这些应许是有一个条件 是发生在一个环境里面 就是你听从我 我的吩咐 你要去做 对吧 所以神把美好的应许 给了顺服他话语的人 不是给了所有的人 是神的愤怒和宣判 神的咒诅 必定临到这个约书亚 为什么 虽然神确实给了这些美好的应许 可是有一个条件 发生在一个环境里面 什么 条件是你要听从我 你要跟随我 你要遵守我的话语 你要顺服我的吩咐 在这里神的吩咐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的大使命 你们要到这个地里面去得这个地为一 你要去到这些不同耶利哥 什么亚摩利人 什么 去攻打他们的城 攻打他们 就是打败他们 然后居住他们的城市 就是有一个使命 如果他们去完成这个使命 这些应许没有一个会落空 后来我们也看到 约书亚记里面有说 神的美好的应许没有一个落空 全部都应验了 这个就是约书亚的见证 为什么 因为他听从 他顺服了 神是信使的 他必定成就 但是我们也要把这个概念 应用在自己的身上 就是神的应许 不就是随便要拿什么应许 你可以断章取义 你可以随你的便 就是好像来宣告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 往往是有一个条件 是有一个环境 如果你没有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那你就不要以为神会来给你他的应许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这个马太福音 28章18节以下的这个经文 这个部分说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经文呢 这个应许应验 当我们完成大使命的时候 我们若是没有完成大使命 我们就千万不要以为神会永远与我们同在 Amen 我们也看到马可福音给了这些宝贵的应许 就是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 干鬼说心方言 手能拿舌 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我们看到他应许了很多的神迹和歧视 但是也有一个条件 有一个环境 什么呢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完成前面的部分 我们就不要以为后面的部分要应验 所以我常常对于一些教会 不同教会里面的运动 尤其是关于圣灵的恩赐 神迹 其实我是常常处于一种怀疑的状态 不是说我怀疑神迹 其实不是说我怀疑神的能力 绝对不是相反的 我非常相信 而且我非常渴慕这些 我非常渴慕神在我们当中 行神迹成就奇妙的事情 我非常渴慕神的灵 刺下各种各样的恩赐 但是为什么我那么的 对于这些很多的运动 就是据他们说 他们经历很多圣灵恩赐什么的 因为他们如果说没有完成前面这个部分 那他们凭着什么 凭着什么神要把那么多的 宝贵的神迹奇事恩赐给他们呢 会不会是被迷惑了 会不会是假的神迹奇事 因为神迹也谈到有假的 有真的有假的 好 我们参与大使命的第一个 主要的重要的一个动力 就是因为我们是被吩咐要做 我们要敬畏神 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保罗自己都说 我若传福音 这个是我本来应该做的 我不传的话呢 我便有祸了 在以西节书 以西节书的第三章十八节 我们也看到了一段 非常杀人的经文 神对以西节是这么说的 我何时指着恶人说 他们必要死 你若不警戒他 也不劝戒他 使他离开恶行 拯救他的性命 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 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 倘若你警戒恶人 他仍不转离罪恶 也不离开恶行 他必死在罪孽之中 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 你看见了吗 神告诉以西节 你必须要告诉他们 就是恶人叫他们悔改 要不然我要毁灭他们 你若去告诉他们 而且 他们 如果你不去告诉他们 我先说 如果你不去告诉他们 他们要死在罪犯 在他们的罪孽当中 可是 我来跟你 讨他们丧命的罪 这是非常可怕的 不是我的罪是他们的罪 是的 但是我把一个责任交给了你 你要去警告他 你要去告诉他 你要去给他传这个道 如果你去跟他传这个道 然后他回转 那感谢主 他得救 你也得救 如果你去传 然后他不悔改 他会灭亡 但是你必得救 但是如果 我告诉你 要去告诉他 可是你也 你也不做 他灭亡 将来 你也会灭亡 这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 这个就 就说明 我们没有什么借口 没有什么理由 说 他们不要听 神没有问他们要不要听 神说 你要去告诉他们 对不对 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人本主意去想 这个会冒犯他们 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宗教 他们已经有自己的什么的 也许会冒犯他们 但是如果我们不完成 我们的托付的话 我们又活了 明白这个道理吗 我们有一个责任 所以第一个动力 让我们去参与这个大使命 是出于敬畏神 敬畏神 还有一点 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 保罗这样说 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 离开身外 我们立了志向 要得主的喜悦 因为我们众人 必要在基督台前 选路出来 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谓的 所以劝人 保罗在这里是在告诉我们 他传福音的一个重要的动力 他传福音的一个重要的动力 不是唯一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今天我准备要谈四个动力 传福音的四个动力 参与大使命的四个重要的动力 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 他为什么要去告诉这些人 他为什么要去劝勉这些人 因为他知道 他要在神的面前嚼张 他也知道那些人 都要在神的面前嚼张 所以他在这里形容说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谓的 或者说英文说 我们知道神的可谓 我们知道敬畏神 所以我们劝人 是双方面 一个是个人的责任在神的面前 就像我们刚才读 这个一细节的这个经文 你要去做这个 已经保罗说 我不传福 我要祸了 我已经有这个托福了 我必须要做 我甘心你最好 我不甘心也得做 有一个责任 所以那没关系 反正神是怜悯自爱 你不能够滥用神的恩典自爱 圣经也同样告诉我们说 有末日审判 我们都要站在主的面前 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 他说我们众人 包括他自己作为使徒 身为使徒 还有其他的信徒 还有那些时尚的人 还没有信徒的人 全部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 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伤或恶受报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谓的 所以我们确认 请问你是否知道神的可谓 如果你真知道神的可谓 你不可以轻易地忽略 他的吩咐 要到普天上去传福音 如果你可以轻易地忽略这个 说明有严重的属灵的问题 属灵的眼睛 刹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地步 心里冷漠到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步 是有问题的 因为失去了对神的警卫 说明失去了对神的正认识 正确的认识 说明有黑暗开始农杀人的眼睛 好 那是第一个 我们要参与大使命的 第一个原因 是出于敬畏神 因为他是主 他有分付 我们第二 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 看见弟兄二人 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 和他兄弟安德烈 在海里撒网 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德人如德鱼一样 第二个 我们参与大使命的动力 是因为神的大使命 得不到 我永远不渴了 他说你马上给我 以后我就不用来这里打水 对吧 耶稣所说的不是这个自来水 不是这个精力的水 他所谈到的 是圣灵的 是圣灵所资的火水 是让我们的生命 是让我们的生命 发热心 装备自己 放下一切 为了主的缘故 因为 你看那天 耶稣呼叫他们说 你们 你们是打鱼的 但是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 我要叫你们 得人如得鱼一样 他跟他们讲 你不要得鱼了 要得人 我有一个更伟大 更奇妙的 你得鱼啊 这个鱼是有什么呢 不是说鱼没有任何的价值 但是人的灵魂 他的价值是比这个宝贵 一万倍 一千万倍 所以他一瞬间就 哇 就提升了 他们的人生 有意义 他们可能不是很明白 但是 这个人是 叫我们跟随他 这个人物啊 他们知道耶稣是 是一个人物了 他要跟随他 我们的生命不是 有 好像也有意义吗 我不是说这个是 主要的 如果是主要的 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无可否认 这个确实存在 我们跟随耶稣 确实是 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 会带给我们满足感 你看 耶稣都说 就是他服侍 那个撒玛利亚的夫人的时候 他的门徒 不是到那个撒玛利亚 里面去找吃的 然后他在那里 一个人 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夫人 传福音 他们后来 拿着这个饼回来 要让耶稣吃 然后耶稣在 约翰四章 四章三十一节 这期间 门徒对耶稣说 拉比请吃 耶稣说 我有食物吃 是你们不知道的 他不是很饿吗 他不是等了半天吗 他赶快吃 他说 我有食物吃 是你们不知道的 门徒就鼻子对问 说 莫非有人拿什么 给他吃吗 耶稣说 他们无法理解 有比 天保 这个肚子 更 更奇妙的 更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耶稣已经跟 那个撒玛利亚的夫人 讲说 你在喝这个水 你在找这些男人 我告诉你 你要尝我的活水 他自己正在吃 耶稣有食物吃 不是他们那种食物 他有更奇妙的食物 我食物 他说 我的食物 就是遵行 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你们岂不说 到修割的时候 还有四个月吗 我告诉你们 局目向田观看 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修割了 耶稣 他的食物 就是遵行 差他来者的旨意 就是服侍 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带给他 如此大的一个喜乐 和一个满足感 他甚至说 可以不用吃了 可以不用吃了 我们 当我们接受 大使命 为我们的人生的托付 为我们的使命 神的丰富 当我们追求 当我们开始 因着这个 开始约束自己 开始装备自己 开始几律自己 开始 开始找机会 开始多多祷告 因为我们有一个意向 我们有一个目标 我们有一个计划 神的计划 哇 原来神要使用我们 对 然后当我们能够 真正的服侍人 真正的看见神的手 在我们的身上 神在使用我们 这个比什么都更 这个比什么都宝贵 没有什么可以跟这个相提并论 没有 你经历过 你心里都知道 你给一个人传福音 你服侍了一个人 神使用你 服侍一个人 圣灵在你身上 神给你一个话 跟那个人讲 或说 你在飞机上 你在什么地方上 你给一个人传福音 神给你那个机会 你自己的心里会充满喜乐 所以耶稣 门徒还没有明白这个 所以耶稣还叫他们说 我的使务就是 遵行差我来着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然后他就呼唤他们说 你们要加入啊 你们加入 到收割的时候 还有四个月吗 你们不是这么说的吗 我告诉你们 局目向田观看 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意思是 你们服侍的机会 实在是太多了 现在就是收割的季节了 还有一处 在那个 路加福音 十章十八节 耶稣前面已经拆清了 他的门徒出去 传福音 赶鬼 医病 回来 他们是非常喜乐 说 没想到啊 连那些魔鬼 那些邪灵都听从了我 封你的名都听从了我们 然后在路加十八 对不起 路加十章的十八节 耶稣对他们说 我曾看见撒当从天上坠落 像闪电一样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 可以践踏蛇和鞋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然而不要因鬼 服了你们 只有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 记录在天上欢喜 正当那时 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 这个欢乐这个词呢 其实也可以翻译为 跳动 或者说跳起来 耶稣被圣灵感动 到一个地步 因为这个事工 因为他的门徒 因为他们现在也在 享受服饰的喜乐 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 父啊 天地的主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向聪明人 通达人藏起来 向阴海就显出来 父啊 是的 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那高兴的 不得了 非常的 那个 欢乐 主啊 求你用你的话语 激励我们 归向你 接受你的大使命 接受你的计划 献上我们自己 来跟随你 求你继续的 打开我们的信念 让我们明白 你的计划 对我们个人 对我们教会 对这个世界 你的计划是什么 让我们能够 预备自己 让我们能够 主啊 参与 你伟大的计划 我们感谢赞美你主 我们这样 祷告教托 奉 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的 神祝福 神祝福